也挺好的 身份是很好 压力 和他的对手 不动 听信念要便宜 因为您的 在我一态当中 我是一个非常坚强 superstitious老人 僅少女 我们的伙计是非议的 然后 他们觉得基睛阿拉玛粉在哪里 我觉得他跟我爸很相就是 话不多 但是 经常也是满满多事爱 对 小时候也跟我们穿衣服啊 洗头啊 然后带他们去玩啊 这都是他小时候对我们做的事情 然后想说反过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觉得应该也同样的想反过来 对他做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我可能跟他之间的一些感情的交流 会比较多一点 每年回家 我都会去看他 就之前我们看到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的一组照片 就是 在欧洲啊 欧美之国家 一些老人穿的非常时尚 坐在一个很有感觉的咖啡厅啊 然后喝咖啡 听听音乐啊 对 出去走走 我觉得挺好的 看这里来 看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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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 其实我真的也只是说我爷爷来厦门玩 对 我说想抽点时间陪陪他 然后帮他拍点照片嘛 对 刚开始这样想 然后到后面我就觉得 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就 就 让我想到很多小时候 就是 小时候们 有一些点滴的事情 所以说拍这支照片 我觉得 更多让我想的是 多陪伴一下他们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 就 至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 无时无刻的陪伴着他 那他的生活就不会觉得 太过于固压 太过于寂寞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能够多花点时间陪伴自己最亲近的人 因为我们的时间还很长 我觉得 让他们的晚年 能够更加充实有意义 好 麻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